婆婆嫌弃我生不出孩子逼我离婚 觉得老家要拆迁 想让我净身出户 我反手一个电话让我爸别拆迁了 老公家里拆迁 婆婆开始看不上我了 儿子去把院里那只鸡宰了红烧 不会下蛋的鸡 留着浪费粮食 面对婆婆的冷嘲热讽 我丝毫没放在心上 我转头就给我爹打了个电话 老爸 王家宝那个村先别拆了 你嫌弃我不能生 我就让你们王家发不了财 我和老公在大学校有会认识的 他长得白白净净丝丝纹纹的 我一眼就看上他 毕业后我们未经父母允许直接扯证 到今天结婚两年了 我的肚子一直风平浪静 这不开始引起婆婆的不满 他们王家一致认为是我生不出儿子 我们老王家三代单传啊 你爹在你这么大的时候 你都会打酱油了 如今你们连个屁都放不出来 婆婆哭丧着一张脸 背着我指着自己的儿子骂 我知道他是指丧骂怀 我自己心里也很过意不去 为了这份感情和这个家 我开始奔波在各个医院 得 我还真是有病 左侧书卵管粘连 婆婆知道我的病情后 直接把不能生这件事情 全部怪罪在我头上 期间我多次让老公一起去检查 他总是说 我要是不能生 能一晚上七次 一次半小时 肯定是你的问题 好吧 你蒙你有礼 扯正后 他第一次带我回家见父母 为了让他爸妈喜欢我 我带了最好的虫草 人参路容 还有上好的茶叶 外加两瓶五粮叶 并且特地让海外的闺蜜 给我够了个限量版的爱马仕手提包 送给他妈妈 方便他每天出去买菜的时候 装零钱 钥匙和手机 我刚进门 就看到两个老人家 龙拉着一张脸 依附不带见我的模样 我知道我们不说一声领证 两个老人家心里有气 那也是情理之中 我面带微笑 将手中的礼物放在桌上 爸 这是我给您买的礼物 他爸瞥了一眼 吸了口烟点头回应 我又一脸殷勤地将包包递给他妈 妈 这个包包买来给您买菜用的 他妈也瞥了一眼 嫌弃道 我支杯LV的 这种杂牌的背出去买菜丢人 我一脸震惊地看着他妈 发现无从解释 几十万的爱马仕不如几万的LV 妈 这是芝芝的一番心意 你就收下吧 虽然这个包包不如你的LV 但款式很趁你的气质 不懂包的老公过来打圆场 小芝啊 听阿硕说你家不在僵市 目前只是定居在这里 婆婆委婉地问着 我和王硕认识的这些年 她对我家里的情况知道的较少 我们家平时衣着和行为也比较低调 嗯 我们老家在起县 我如实相告 起县是僵市下面一个比较偏远的县城 我爸妈喜欢那里 农村空气干净 环境宜人 还可以种种菜养养鸡鸭 我爸妈说了老家留着以后给他们养老 他妈脸上的表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继续问 那户口呢 有没有迁到僵市 没有 农村户口多好啊 我干嘛要迁 现在的女孩子啊 为了能够留在僵市 真是用尽各种手段 当初那么多女孩子喜欢我们阿硕 还不是想骗个户口 婆婆一脸刻薄地打量着我 好像我在攀高枝 妈 你说什么呢 枝枝不是来骗户口的 王硕搂着我的腰 眼底是难掩的得意 总之 那惠儿的我把爱情当面包了 觉得我喜欢王硕 我们就可以迎难而上 他爸妈不喜欢我也没事 我又不是跟他们过日子 日子一晃两年过去了 我们俩工作也渐渐地稳定下来 婆婆开始催着我们要孩子 其实我们两个从未采取过安全措施 可肚子就是久久不见回应 婆婆怒气冲冲地从王家宝赶过来 你们都二十七八了 到现在还不想要孩子 是想让我们王家绝后吗 王硕低着头默不吭声 我们俩似乎都猜到怎么回事了 其中一个肯定有病 婆婆也从我们的表情里面读懂什么 语气生硬 难知 你明天跟我去医院检查 我 所以他们把锅甩给我了 有问题就要面对 第二天我还是和婆婆去了僵尸医院 不用不预科检查 果然是我有问题 医生云淡风轻地说着 左边疏卵管堵塞 你们安排个时间过来做手术 婆婆一听当场炸了 我就说是你不能生了吧 医生白了婆婆一眼 淡淡道 可以通过腹腔镜进行粘连松解 配合吃药 问题不大 这还问题不大 都粘在一起了 婆婆已经暴躁起来了 引来所有人的目光 我尴尬地想挖个洞 把自己埋了 我将他拉到一边 指着造影单轻声说 妈 只是轻微的粘连 等我公司这边的事处理好了 做个手术就行 当初要不是王硕先斩后奏 我们老王家早就抱上孙子了 婆婆指着我妈 将我手中的造影单撕碎扔进垃圾桶 转身给王硕打了个电话 儿子 这个女人不能要了 我当时就说她面向刻我们王家 你还不信 就是她 不能生那大嗓门吼得整个医院都听得到 我和医生打了个招呼 直接从侧门离开了医院 周末王硕带着我回王家堡 王家堡是僵尸的老城区 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 刚到王家堡就看到村里的墙壁上印着一个大大的钗子 这不是王家那小夫妻吗 你们有福了 这里要拆迁了 马上就可以住上城里的大房子 邻居调侃着 婆婆一脸阴气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儿子 去把院里那只鸡宰了红烧 不会下蛋的鸡 留着浪费粮食 我的脸顿时热辣了起来 我知道她在指桑骂槐 用鸡来羞辱我不能生 我那缺根筋的老公愣是没听出其中的意思 直接杀鸡放血 妈 晚上是红烧还是炖汤 不下蛋的鸡 红烧炖汤都会气 面对他们母子俩的一唱一和 我真想当场甩脸走人 晚上饭桌上 那锅鸡汤显得格外的刺眼 看到没 外面墙上写了什么 婆婆一脸得意 那是差字 代表什么 代表着我们老王家要飞黄腾达了 婆婆夹了块鸡肉扔到地上给狗吃 阴阳怪气的 要不是你着急结婚 以你现在的身价想要什么姑娘没有 儿子 你还年轻 后面的话婆婆没有说出来 但意思我又岂会不明白 我心里一阵苦笑 听说我们这下个月就要拆了 别看我们家地方小 这也得赔个三百万 在江市没个几百万 买房子那是做梦 婆婆撞了下老公 给她使了个眼色 和你一起长大 那个李莉你还记得吗 听说她爸妈直接给她在江市全款了一套房子 房产证写她的名字呢 婆婆说完的时候看着我 这等好事怎么就落不到你身上呢 不知道婆婆从哪里翻出一张楼盘的销售单 眼神轻蔑 扬声道 这预警员都是现房 买了就可以直接装修入住 芝芝你父母能支持你在预警员买套房子吗 一瓶也就十几万 就落户在我们名下 反正你户口也没牵过来 全程都是婆婆一个人在唱独角戏 说完 她将手中的传单往饭桌上重重一拍 夹起一块鸡肉啃了起来 那底气十足啊 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怀里已经喘了三百万 我瞄了一眼那传单 我去 那不是我爹两年前开发的楼盘吗 事情发展到今天 我还是很庆幸自己当初没和王家透露家底 否则就看不见他们的嘴脸 结婚的婚礼还是我爸给办的 婆婆因为不看好我们 在婚礼那天故意借口生病不来 这些我都不想计较 我爱王硕 我可以为她克服一切困难 包括陪着她从零开始打拼 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在僵尸立足 其实 我爸当时给我们送了套别墅当结婚礼物的 为了顾及王硕的尊严 我保密了而已 如果婆婆知道这个事的话 我想她的表情应该很有趣 我将花洒对准自己的脸冲了下去 一天的疲惫也消失殆尽 当我全身打完泡泡的时候 浴室突然停水了 我喊破了喉咙也没有人理我 连我最爱的老公都不知去向 我顿时火冒三丈 虽然没在老家待过多久 但这里的水是自动抽的 除非停电加上楼上的水箱刚好没水 否则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停水 那么只有一个可能 有人故意关了水闸 除了婆婆还能有谁 我擦干身体 打开门就看到婆婆阴沉的脸 洗个早洗半天 你是在里面生孩子吗 呵呵 我忘了 反正你也生不出孩子 那尖酸恶毒的嘴脸 我真想一巴掌呼过去 放在背后的手忍不住颤抖着 蠢蠢欲动 我难知什么时候受过这种羞辱 就在我控制不止体内的洪荒之力的时候 我老公回来了 妈 水果我送去老李家了 老公看到我的那一刻 脸上闪过一抹惊慌 因为他送去老李家 哦不 是送给他青梅竹马李李家的水果 我是带过来的 还真会借花献佛 回到卧室 我背对着王硕 他如往常一样从背后抱住我 我以为他会和我解释 为什么会把我买的水果送给李莉 直到背后传来匀称的呼吸声 我的心一下子凉了 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是不是真的错了 这件事情就像一个疙瘩一样长在我心里 难受的不行 我和王硕从大学开始恋爱 一直恪守本心 从未越举 大婚当晚他温柔地占有我 那一夜我没有落红 撕裂的疼痛让我身体止不住发颤 我满眼泪花地望着他 老公 请你相信我 我真的是第一次 王硕看了一眼白色的帕子 眼中闪过一丝失落 随即便拥住我安慰 傻瓜 我相信你 可一日清晨 我在阳台边上发现 戒烟许久的王硕又开始抽烟了 因为这件事 我在他面前变得有些自卑 甚至害怕他离开 总是有意无意地想讨好他 或许从那会儿开始 他就已经在心里产生了芥蒂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还会和我保持两年的婚姻关系 直到我在他手机里面看到他的聊天记录 原来他和李莉早就勾搭上了 现在的女孩子能像你这么清白的很少了 叹气表情包GIF 阿硕 你的意思是 你老婆不是第一次震惊表情包GPG 不提也罢 死亡微笑表情包 要不是看在他给我买各种昂贵礼物的份上 我早就想甩了他 接着就是各种暧昧 我看着那些不堪入目的聊天记录 我怎么也想不通 那个在我面前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男人 在这个女人面前就像一条狗一样 毫无下线的田 因为李莉在预警园有套全款的房子 而我连僵式的户口都没有 难受的情绪宛如生根的藤蔓缠绕在心田 乐的深处隐隐发疼 这些年为了爱他 我卑微到尘土里面 我放弃了男家的山珍海味 陪着他粗茶淡饭 我机械般的继续往上翻聊天记录 小丽只要你怀孕了 我就立马离婚娶你 我们家现在是拆迁户 到时候三百万都是你和我的 我侧手看了一眼身旁熟睡的王朔 气得抬手一巴掌呼了过去 我在男家刁蛮任性 说一不二 从来都是别人哄着我的份 而这些年我竟被这个狗男人迷了眼 王朔惊醒直接一句国粹 抬手就想打回来 难知你发什么疯 三更半夜不睡觉 你我将手机扔到他跟前 王朔你需不需要给我一个解释 你查我手机 他怒吼着抓住我的手腕 恶狠狠的盯着我 他的力气很大 支架深深的嵌进我的肉中 如果你不爱我了 请你大大方方的说出来 我不是那种死缠烂打的人 但你吃着碗里 瞧着锅里 王说你真让我恶心 我用力的甩开他的手 起身穿衣服 终于知道这几个月 他为什么对我很冷淡 原来是在外面吃饱了 这些年来面对婆婆的冷嘲热讽 我不在乎 我深信只要我们彼此深爱就够了 而此刻我的身体里面堆积着满满的屈辱与无奈的岩浆 随时都可能将我吞灭 他变得凶狠了起来 我妈说的对 一只不会下蛋的鸡留着就是浪费粮食 我早就厌烦你了 你以为你是高高在上的大小姐 你能给我什么 你爸妈能为你在江市买套房子 或者你能给我生个儿子 不 你什么都不能 房子房子 终究还是因为房子 我仰头苦笑 我爸就是房地产的大佬 别说在江市了 就是在国都我们家都有好几套房子 王说你别后悔 我走到门口的时候 背后被一个文件家砸到了 这是离婚协议书 原来他早就做好和我离婚的准备 只是在等待一个契机而已 想离婚 喝 没那么简单 我丢下一句话 摔门就走 我转头就我爹打了个电话 老爸 王家宝那个村先别拆了 发生了什么事 拆了你和王说才能过得好 不准拆就是不准拆 我生气的撒娇着 我爹没辙了 哄着我 好好好 我的宝贝女儿不让拆 那就不拆 老爸立马把王家宝拉入黑名单 不过 这件事先保密起来 暂时不对外宣扬 我爹答应得很利索 我总算松了口气 你们王家嫌弃我不能生 我就让你们发不了财 我给司机打了个电话 他将我带到我爸送给我们当结婚礼物的别墅 五层楼中楼别墅 在江市最繁华的滨江河畔 是这片别墅区中最豪华的一栋 我抬脚迈进别墅的那一刻 我发现我重生了 我难知就该过着风衣足食的生活 而不是去当一个恋爱脑 消磨自己的青春 王说一直给我发消息 各种乌言慧语的逼着我签离婚协议书 只要你肯离婚 这些年你吃喝用我的我既往不就 他的工资一个月五千 还抠嗖的很 每次送给我的礼物 恐怕都是拼兮兮拼来的吧 而我每次送给他的都是大牌子 一双球鞋几万 一套衣服十几万 一只手表几十万 他总觉得理所应当 拿来从不手软 当然他有时候会怀疑我买的是高仿 有时候他也会问我是不是隐藏了家底 我笑着回答 这个月工作抽成多 多挣了一点 送你的我不心疼 很心酸 也很庆幸 没有在我中年的时候 发现这个狗男人的真面目 一日 肚子隐隐作痛 发现月经也推迟了 我决定今天就去做手术 到医院 医生给我做了B超 恭喜你 不用做手术了 他自己通了 我有些庆幸 其实我还是挺怕手术的 医生指着B超单上的一个圆形的小黑点 笑着说 这个是孕囊 你怀孕了 我震惊地看着那个小小的黑点 感觉这一切发生得太可笑了 心像被输完根钢针插着 嗓子像是被什么东西塞住了 无比的难过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怀孕 隔壁诊室传来女人的哭泣声 医生这可怎么办 我的孩子还能不能保住 医生 几率很小 你的子宫壁太薄了 随着胎儿慢慢长大会自动流产 女人哭得更凶了 医生我求求你一定要保住这个孩子 医生 年纪轻轻不爱惜自己 铁打的身体都受不住十几次的流产 女人的哭声渐渐的变小了 只剩下一声的感叹 哎 现在的年轻人啊搞不懂 拥有的时候不珍惜 等要失去的时候后又后悔莫及 人生就是这么戏剧 回到公司 大老远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站在公司门口 同事看到我 叫了一声 难知 你婆婆来找你了 我硬着头皮走过去 没想到我拒绝离婚 王硕竟然让他妈来公司闹 婆婆看见我直接冲了过来 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不能生还想吊着我儿子 是不是拖着不离婚 想分我们老王家的拆迁款 今天这离婚协议书 你不签也得签 否则我让你上不了班 站在一旁的同事一阵唏嘘 他们齐刷刷的看向我 行 想离婚让他给跪下来跟我认错 我的手机收到一条短信 我瞥了一眼是王硕发来的一个电子表格 好家伙 打开一看 里面是我们从大学恋爱到婚后三年时间 他为我花过的钱 总数目 3456.78 最小的一笔是坐公交车两元 最大的一笔是第一次生日 他给我转的520元 更离谱的是 领结婚证的9.9元也对半切了 一人4.95元 其他的都是七七八八的 他给我买过的小零食 和送过的一些廉价的礼物 我看着电子表格陷入了沉思 感情从恋爱的第一天开始 他就想着有这一天 我突然感觉好心塞 好失望 好心寒 我送给他的一双鞋子都不止这五年来他为我花过的钱 王叔又发了一条短信 这些钱 我就不计较了 只希望你快点和我离婚 不要耽误我的幸福 我快速的将这些年我送给他的礼物 粗略的编辑一下发了过去 随便几样 都有五六十万 又给他转了2936.78元 520元这种特殊意义的钱我才不想退回 我回复 3456.78到520等于2936.78元 这些钱我还你了 请你把我的钱也还我 你想要和我算清楚 那就一笔一笔的算 王叔回复 难知 你还要脸吗 这些东西是我让你送的 自动赠予的东西法律都说不用还 随后我被他拉黑了 婆婆直接把离婚协议书放在前台的桌子上 拉着我的手逼我签字 我怎么可能任何婆婆拿捏 直接打开手机 对准着婆婆 你儿子婚内出轨 你还好意思来我公司嚷嚷 这是他们的聊天记录 要不要我打印出来 然后贴到王叔公司门口 还有这是他刚才给我发的表格 我一起打印出来 面对我的挑衅 婆婆眼神暗了暗 王叔的工作来之不易 是在政府单位上班的 那可是铁饭碗 我要是闹过去 那严重程度可想而知 婆婆不是个傻子 立马放缓了声音 吱吱 你看这墙扭的瓜不甜 你何必缠着一个不爱自己的人身上 这里是三千元 算是我们老王家给你补偿 在他说话的这几分钟内 我已经把那两份电子表格和出轨聊天记录打印了出来 甩到他面前 婆婆的脸立马绿了 三千我先拿着 把剩下的钱还了 我就离婚 同事们看着那张电子表格开始吐槽了 三千四百五十六点七八元 我特么还以为男之花了你们老王家三千四百五十六点七八万 我没眼花吧 老人家 这便建议你儿子孤寡一辈子 这死扣的样子就别去霍霍别人家姑娘了 这年头的朴信男还真是多啊 嘖嘖嘖 婆婆的气焰很快就被同事们的口水淹灭了 婆婆还在吉利晚尊 尖叫着 总之你不能生那就是你的错 我们老王家可不能绝后 你还不允许我儿子找其他女人生 大家看看 这是人说出来的话吗 看不过去的男同事吼了一声 婆婆见有人帮衬我 立刻耍起了无赖 张牙舞爪地朝我这边抓过来 你不签字我今天就不走了 我冷冷地看着冲过来的婆婆 她刚要伸手打我 保安就冲过来打算制止她 可惜我的速度更快 直接一巴掌抽了过去 打得她老脸意歪 你要是再敢动手 我立刻去王硕公司学你闹 反正我不工作也无所谓 婆婆鼻翼息动 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王硕的工作就是她的弱点 孰轻孰众她还是懂的 一场闹剧就这样告一段落 婆婆被保安赶了出去 因为闹得太凶了 我也无心上班 直接辞职 回家继承家也不香吗 我特么的不装了 晚上回到出租屋 打算拿回自己放在那里的东西 走到门口就听到屋内传来一个女人的哭泣声 我顿住了 这个声音怎么这么耳熟 阿硕 我怀了你的孩子 你什么时候离婚娶我 小丽你别哭了 哭多了对我们的儿子不好 我发誓我一定会娶你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顿时火冒三丈 直接拿出钥匙开门 这里是我租的房子 他们还有脸在我的房子里面上演抗力情深 两个人看到我的那一刹那 都吓了一跳 王硕丝毫没觉得自己做错了 指着我说道 你回来的正好 今晚这个婚不离也得离 李莉得意的瞥了我一眼 眼角的泪珠滚落 好一朵盛世白莲花 你怀孕了 我并没有理会王硕 直接朝李莉走去 王硕还以为我要怒打小三 护在李莉身前 难知你要干嘛 非要逼着我动手吗 我忽然想起在医院听到的那个哭声 原来就是眼前的这个小贱人 我说呢怎么这么耳熟 我仰头笑了起来 笑得眼泪都快溢出眼角 实在是有趣极了 没事 你们继续 我只是回来拿我自己的东西罢了 还有 这里是我出钱租的 我已经退了 明天房东就回过来收房子 离婚协议吗 我签 签完协议 我给家里的管家打了个电话 很快几个人高马大的黑衣人冲进出租屋 把我曾经送给王硕的所有东西都打包带走 我又指了指他身上的名牌西装和手表 下一秒王硕被扒得只剩一条内裤 这条内裤就送你 我嫌脏 我走到房间将自己的东西收拾好 笑容满面的离开了 第二天我直接将王硕和小三不堪入目的聊天记录 还有他发给我的账单 匿名寄给到了他单位 我记得这件事还闹得沸沸扬扬 都上当地的新闻头条了呢 王硕也直接被开除了 你不仁 我不义 搞得谁不会闹事事的 当晚他就给我疯狂的打电话发微信 我直接拉黑眼不见为敬 此后的时间我几乎待在滨江别墅 期间我还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我以为我和王硕这辈子也不会再见面 半个月后在江市商场 我看到他挽着李莉正在母婴区逛婴儿用品 而我也恰巧在逛商场 我穿着一件宽大的长款T恤和一双舒适的帆布鞋 许是我的衣着过于普通 我走到奢侈品包包店的时候 贵姐就没有给过我正眼 买不起就别碰 知不知道这个包多少钱 我嘴角轻挑 狗眼看人低 我正打算反击的时候 王硕带着李莉走进来 他们诧异的看着我 李莉嘲讽着 老公 这不是你那个不下蛋的前妻吗 王硕打量着我 芝芝没钱就不要逛奢侈品了 有钱留着去看病 我没钱也对 每次我给王硕送礼物的时候 我都会跟她说是高仿的 她肯定觉得我就是个乡下妹 视力眼的贵姐一脸谄媚地招呼着李莉 这位太太 您就不要和有些人计较了 您喜欢什么款式的包包 我给你介绍 李莉一指气使的模样 我就要她手上的那个 贵姐走到我跟前 直接将我看上的包包抢了去 双手给李莉奉上 也就十万 有些人恐怕只能眼馋了 李莉撞了一下 王硕示意她付钱 王硕眼神飘忽 这眼神我看多了去了 以前她和我逛街的时候 不就是这样 就怕自己掏腰包 买不起就不要打肿脸充胖子了 谁说我们买不起 王硕立马跳了起来 也对她就怕被人看不起 老婆再跳一个你喜欢的 一会儿我一并付钱 李莉乐得和不容嘴 每拿一个包包便在我面前晃荡一下 这贵姐也不是吃素的 看出我们三个人关系 想着趁机刷一把业绩 太太这款包包是我们的新款 全球限量十个 特别趁你的气质 李莉看了一眼价格 眉头拧在一起 最终还是咬了咬 就要这款 王硕整张脸都在抽搐 这两个包包都能顶上她好几年的工资了 看着她那窘迫的表情 我突然觉得有些好笑 这些年我到底喜欢她什么 付不付钱 别让我等太久 我斜靠在柜台旁催促着 你急什么 我又不是给你买 王硕满头大汗 低声问道 能不能用信用卡或者戒备 贵姐一脸尬笑 还是很热情的接过 王硕递过来的六张信用卡 每张刷了十几万 刷完卡 她整张脸都苍白了 我从包包里面摸出一张黑卡 把这款这款还有那款 全部给我包起来 一会儿我给你个地址让人送过去 对了 这笔业绩刷到你们经理名下 我一会儿会给她打个招呼 在场的人当场傻眼了 这张VIP黑卡 最低充值额是一百万 贵姐衣服欲酷无泪的样子 一直点头哈腰的向我道歉 可惜我不买账 王硕拉住我的手 难知 你就这么着急被人包养吗 这张卡是哪个老男人给你的 我甩开它 被人包养也比跟着你这个穷光蛋来得强 这时候贵姐开口了 男小姐 刷了您一百二十万 您这张卡有些年头了 应该是我们店刚开的时候 您就办了的 对啊 卡的名字是我的 办卡的时间也都记录在内 我将黑卡放入包包 在她耳边低声说道 李莉在预警员有套普通住宅 那你知不知道我在预警员的楼王上有一套三百平的富士楼 王硕当场实话了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的看着我 商场地下室 王硕和李莉两个人骂骂咧咧的走来 还在为刚才的那两个包包吵架 你们家下个月都快拆迁了 很快就有钱了 你插那两个包包的钱吗 王硕被她气得满脸通红 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我这才发现我以前太宠着她 生怕她生气 以至于她对我的伤害好像都不以为意 我坐在我的马沙拉蒂的跑车上按按喇叭 王硕好巧啊 我们又碰面了 李莉一把抓住王硕的耳朵 怒骂着 王硕 你是不是忘不了你前妻 那你去找她 我立马就把我肚子里面的儿子打了 不好意思这种渣男送我都不要 你自己留着宝贝吧 王硕搂着李莉低声下气的安慰着 你先别动怒 小心动了胎气 不能下蛋的鸡 我想她干嘛 李莉朝我泡来一个得意的眼神 眼底是无尽的嘲讽 突然她脸色惨白 身下一片血红 王硕这才回过神来 抱起李莉就往地下室冲 老婆你没事吧 我的儿子啊 王硕快上车 我送你们去医院 我将跑车横在他们面前 李莉在她怀里挣扎着 我不坐这个贱人的车 王硕我们打车去医院 王硕看着我紧张的神情 对李莉说道 你乖乖的别闹了 孩子要紧 她的车跑得快 我在路上快速的驰骋着 想起在医院听到的那些话 忍不住想看好戏 我朝后视镜看了看后座的他们 嘴角微微上翘 露出一抹冷笑 李莉流产是迟早的事情 王硕只不过把这件事情提前了而已 来到医院 李莉被推进了手术室 王硕你别担心 我们一起去问问医生 我带着王硕找到上次给李莉就诊的那个女医生 医生看到李莉的病例 一眼就认出来 我上次都提醒她了 要住院保胎 她这流产了十几次出事是迟早的事情 我诧异的捂着嘴巴 瞪大了眼睛 看着王硕 医生 你是不是说错了 李莉怎么可能流产十几次 医生不耐烦回应 我怎么会搞错 你是她老公吧 这次要是保不住以后恐怕很难怀孕 王硕 他不是自诩和你是第一次吗 我讽刺着 不可能 医生 你是不是搞错名字了 王硕 双拳重重的落在办公桌上 头上青筋暴涨 我拉住王硕 王硕 你冷静点 医院禁止喧哗 手术室的灯灭了 王硕 第一个冲了过去 医生 我老婆怎样了 手术医生 很抱歉 我们无能为力 产妇胎盘早播大出血 孩子没保住 王硕 爹坐在地上 好像被抽了魂一般 两眼空洞 我站在他身边就这样静静的看着他 或许这就代价 长长的走廊尽头 他妈火急火燎的赶了过来 我的宝贝孙子呢 啊 没了 什么都没了 王硕绝望的仰头 看着他妈 我接住小护士递过来的病例 嘴角微扬 这个李莉看来不简单啊 我喉咙哽咽 一副悲伤的神情 原来你们早在三个月前就勾搭在一起了 病例单上显示 李莉怀孕十二周 我把病例单甩到王硕眼前 他抓起病例 默默地坐在地上一动不动 冷着两只眼睛发痴 对的 按照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推算 李莉肚子里面的孩子并不是王硕的 而王硕只是个接盘侠而已 婆婆仿佛也猜到了什么 抱住王硕便嚎啕大哭了起来 我们王家到底造了什么孽啊 会摊上这个事 我转头就给我爹发了个消息 老八 是时候把拆迁的事情公布出来了 五分钟后 婆婆的手机响了 那头是公共落寞的声音 老婆子 我们王家宝不拆了 上头文件下来说 我们这里不适合开发 啪 是手机掉在地上的声音 王家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赶走了好儿媳 娶了恶儿媳 被李莉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拆迁的事情也破灭了 我一脸冷笑的看着坐在地上的母子 那是一种畅快淋漓的感觉 阿硕 小丽在预警员的那套房子 有没有加你的名字 婆婆突然发现 什么什么新大陆一般 用期待的眼神看着王硕 王硕垂头丧气的摇了摇头 还没有 她说等孩子生了再加我的名字 她妈气得打了打了自己一巴掌 等她出院了 让她赶紧把这件事落实了 据我了解 李莉那套房子好像是租的 我蹲下身来 和王硕平视 不可能 小丽不会骗我的 她极力的辩驳 好像在掩盖那个事实 孩子都不是你的 她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 你知不知道预警员的开发商是谁 我爸 我面带微笑的看着他们 看着他们那滑稽的表情 错愕 震惊 痛苦 后悔 吱吱 都是那个贱人勾引我 我其实最爱的还是你 王硕像条狗一样用可怜无助的眼神看着我 拉着我的手不停的道歉着 王硕 一次不忠终声不用 你应该知道这个道理吧 我轻蔑的看着他 甩开他那肮脏的手 我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没想到王硕还偷偷给了我一个更震惊的消息 这个狗男人还以为自己的基因有多优秀 竟然在几个月前偷偷来取经保存 哼 医生 这不是王先生吗 上次你取经的报告出来了 若经症 恐怕不能保存了 宛如晴天霹雳一般 王硕两眼发黑直接晕在了走廊上 若经症 受孕几率极低 一个娇阳似火的午后 我那前婆婆大包小包的出现在预警员的门口 我儿媳就住在里面 我只是回家而已 你拦着我 是不是不想混了 他妈依旧那副德性 依附小人得志的模样 对着保安遗址气使地说道 阿姨 你说的那名字我们认识 但是他们不在家 我也没见过您 所以不敢乱让您进去啊 保安也是见过世面的人 很多爆发户确实素质不咋地 所以只能陪笑 啪一道响亮的耳光 保安脸上就立刻出现几道血痕 告诉你 等我儿媳回来 非让你这种不长眼的看门狗给我下跪磕头 保安强忍着怒意 但是不敢发难 毕竟 能住在这里的非负责贵 而且根据他口中所说的那两人 更加不能得罪 就在这个时候 我做完产检回来 看见了这一幕 是一司机停车 摇下车窗 看到没 这是我的宝贝儿媳 你这看门狗 说着 再反手给了保安一巴掌 对着保安的脸 催了一口 他谄媚地走了过来 儿媳 今天妈给你带了你爱吃的南瓜 给你煮粥吃去 说着 正想扒开车门上车 咔一声 我直接将车门上锁 南瓜 我爱吃 当时我拔智齿 你生怕我多吃了你家里的肉 让王硕给我煮了一个星期的南瓜粥 连肉碎都不肯给我放 怎么就成了我爱吃的东西了 被抓伤的保安观察入微 看见我反锁车门 眼睛一亮走上前来 南小姐 这位老人家 您认识 你觉得呢 我扔下一句话 然后摇上车窗 示意司机回家 背后隐约传来鬼哭狼嚎的声音 他挣脱保安的阻拦 冲上前来猛拍车窗 芝芝 妈妈错了 是妈妈对不起你 你看在王硕还爱你的份上 你和他复婚吧 见我再次摇下车窗 他眼睛一亮 可没等到我开车门 只听见我淡漠的看着保安说了一句 打人 擅闯明居 你会不会做事 保安会议 来人 报警 芝芝 你别这么狠心啊 王硕想你想的都进医院了 小区终于清静了下来 连着我的心情也变得格外的明朗 进医院了 与我何干 活该 一日清晨 我来到了医院 打听了王硕在哪个病房 说是说病房 其实也就是在走廊厕所门口 医生看着诊断卡 摇了摇头 哎 你说这人也怪可怜的 差点当了接盘侠就算了 房子也被骗走 现在老妈也被抓进老子里 要蹲三个月 医生 那他还有的救吗 护士瞥了那病床上的身影一眼 问道 其实他节眨时间不长 花个几万块就可以恢复正常了 可他偏要贪小便宜去黑诊所 现在好了 黑诊所跑路 他感染了 只能将那两粒东西割除 才能活下去了 听到这话 我猛的一惊 或 好家伙 李莉你真是好样的 居然能让这个自诩为叶七次郎的家伙去结杂 脸色苍白 气若福斯的王硕 看见我过来 他猛的睁大眼睛 吱吱 我就知道你是爱我的 你会来看我的 给我个机会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爱你的 他伸出那如枯稿的手 想抓住他曾经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我 我往后一躲 目光下移 看向那被盖住 还有阵阵鲜红的被单 吃笑道 你爱我 你以后 还拿什么爱我 你这个东方不败 文言 王硕一愣 眼神闪烁 我们以后做丁克家族 我不介意有没有孩子 呵呵 好你个狗男人 之前嫌弃我不能生 找了个野女人生孩子 现在自己不能生 就给我说丁克家族 你这么牛批 咋不在身上绑个窜天猴 一起升天呢 我真儿重之地从包里取出一个用报纸包住的东西 往他下身狠狠一甩 王硕 这三千块 是你给我离婚的钱 今天 我还给你 也谢谢你那几年一夜七次 不过 以后你却享受不到了 啊 王硕腾的撕心裂肺 哀嚎连连 我头都不回 缓缓走出了医院 这人好狠啊 这么对前夫 你懂什么 你是不知道这男的到底多扎 知道内情的女医生将他知道的事情都说了一遍 不过 无关紧要了 往后余生 我只为自己而活 第二十章 原来 爱情也会涨价 期间 他们也找过我好几次 不过 有了上次的教训 保安还养了两条狼狗在门口 见一次就放一次 多了 他们就不来了 三个月后 我抚摸着已经隆起 偶尔踹我的腹中小宝贝 打开报纸 一则信息映入眼帘 某王姓男子 因为黑诊所失误 最终切除两颗膏丸 从而走上歧途 他母亲做从犯 给他在酒店发小卡片招票 一名92大神事后觉得不对劲 才发现那是个男的 继而对其一顿暴揍 三人皆被带回警局 他们即将面临的是法律的制裁 摇头一笑 抚摸着肚子的孩子 淡淡地笑道 放心 你永远都不会知道 你有这么一个肮脏的父亲 看着报纸上最边上的一则信息 三百块 修复处女魔 让你玩好如畜 哦 原来 爱情 也会涨价呀